大家好我是又挺浩 前几期我们介绍了 ETF的购买方式 台股期间点以下 尽全力存股 万点则是建议采取 区间操作 压低购买成本 期间到一万点 可以采取固定的比例 来买入你的存股标题 但许多官朋友跟我反映 依照目前的台股趋势 好一阵子都只能采取 区间操作的方式 那么这一期财经浩奖 就来跟各位谈谈 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来评估手上我有的存股 该怎么来买进呢 判断股票的价位 有许多不同的方式 其中股价净值比 特别适合用来判断 价位是否处在低档 什么叫股价净值比 也就是股价处于 这只股票的净值 以此来判断 这只股票的价格 跟它实体价值的比例 在不同的净值比当中 也可以适度的投入 或卖出不同的资金比例 设定好自己不同股价净值比 投入投资目标之后 也可以照理性的去控制 自己的投资模式 我举个例子 如果一只股票的股价是35块 但是净值 也就是它的实体价值 只有30块 那么它的净值比就大于1了嘛 代表目前股价比它实质的价值 还要来得高 那这只股票呢 就处于一个被高估的位置 那我们就应该要卖出嘛 小鱼则相反 这是我们在购买股票价格 是否合理的一种办法 好 那根据统计哦 假设你是以大盘 联动性较高的0050ETF 作为一个存股标的 那近年来啊 大盘股价净值比的区间 大概在1.6到1.9倍之间 那投资者就可以在此区间内 订定ETF 在不同区间的投资目标后 只要定期 建议一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左右 检视目前的净值比 便可以决定持有存股的比例 你可能想说 不是说好小于1 才是价值被低估吗 那我们岂不是大半杯子 都不能买了 从个股的角度来看啊 原理上是这样讲没错 但我们要清楚 整个股票市场的价格啊 呈现是我们投资者 对于未来公司价值的 一个投射 所以呈现溢价 呈现被高估的价格 在整体市场来看 是很正常的 于是呢 根据历史经验 净值1.3及2.0 会包含大盘 90到95%的走势 所以超过这两条线的话 可以视为绝对的买点或绝对的卖点 简单来讲 只要超过2就拼命卖 低于1.3那就使劲买 但是超过这两条线的几率实在太低了 于是呢 在这两条线内 在稍作分化作为持股比例的参考 就会非常的适用 举例来说 净值比小于1.6以下 相对来说算是大盘的便宜价 叠至此区间呢 可以定期来买进不同的ETF 在此区间下进行撒网 而当净值比爬升到1.6到1.9左右 则按兵不动 如果净值比已经来到1.9以上了 那么根据历史经验 价格已经明显被高估了 可以开始出清股票了 如果你不想卖 那至少可以减少购买的张数 近期台股大盘的净值比 大概在1.6左右 也就是说 依照目前股价净值比的判断 如果你手上握有0050 可以维持存果 但是不需要买进股票 也就是说不存了啦 等到净值比截破1.6的时候 再来定期买进 好了 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麻烦订阅我们的Chimani频道 和粉丝专页 让更有趣 更是用的观点 他进行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